偷删12万张设阿富汗照片 五角大楼 避免盟友被追责 美国防部日前悄悄删除 官网上大量涉及阿富汗的照片和视频资料 并称此举是为保护美国在阿盟友们的身份 美国新闻周刊两日报道称 美国防部新闻秘书科比一日对记者证实 就在美军从阿富汗彻一之际 国防部开始着手删除大量影像资料 包括12.4万张照片以及1.7万个视频 过去20年来 美国在阿富汗发展或雇用大量本土工作人员协助美军行动 而这些资料大多为这些人员的漏脸照或出镜视频 科比表示 国防部有理由相信 塔利班会向这些美国盟友追责 甚至可能对他们的家人不利 科比说 这些影像资料下架后会被政府部门归档 今后将在正确时机重新发布 美国政府从阿富汗撤军之际 不少为美军效力的本土工作人员定位得到颇善安置 科比也承认 这些被隐藏身份的当地工作人员 时至今日还在设法离开祖国 对此 有推特网友讽刺称 我就想知道 有多少人因为帮过美国而送命